54. 太陽報 國策藍籌股大戰 2015年7月27日財經 B12港股 與對碰港股上週反復,樹人隊仍能力補不失 獲得利潤,擊敗成大隊成為台主 留下來接受中大隊的挑戰 樹人隊今週編好藍籌股 中大隊則看中國策股 但就同樣有馬日形起股信義光能00968 中大、哈電受惠十三五規劃中大投資學會 今週換上三位主收工商管理的女莊員Synthia 而Mannica Francesca出戰 挑戰樹人隊的台主地位 Synthia決定先以33,180元模擬資金買入 三手共6,000股哈爾濱電器01133 順而光能即階可及他指 內地十三五規劃應會繼續推動環保工作 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再強調要加快東北地區 經濟發展 當地裝備製造業有望獲國家政策支持 有利製造清潔能源發電設備的黑電 而Mannica認為 引起股信義光能00968的業績兩例 可刺激股價 決定買入四手共8,000股 而Mannica近期發表報告 將該股目標價上調至5.3元 維持增持評級 也令他對該股信心大增 Francisca最後以38,970元 買入九手同在本週二公布 業績的月收房產信託基金00405 他相信 中央減息及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等刺激經濟措施 有助增加地產發展商的流動性及降低他們的融資成本 有利月收房託的收益 樹人,利股價低薄反彈樹人大學投資學會的三位莊員 Simon、Terence及Pieta上週選了港交所00388 及長江基建集團01038兩隻大架股 結果順利勝出 今週沿用穩健的選股策略 作緣股00005上週五跌破70元大關 收報69.15元 交4月底的高位累跌於一成 樹人隊表示 利息W跌至低位 短期可薄反彈 故先以27660元無以資金買入一手共400股 仍負勝在防守力強他門0以32100元買入5手信2光能 該公司明天公布業績 早前更新營起資料 調今年上半年營利案年增幅提高至1.8至2.1倍 因分布式太陽能發電場安裝進度較預期快 及來自工程性包袱服務的收入大增 它們相信消息可支持該股的股價上揚 故決定買入 它們最後以3.8550元買入3手共1,500股追蹤 此表現的刑賦基金02800 確保部分資金不用跑輸大使 它們指 上週此錄得跌幅 而本週預期只結算 藍籌股有望反彈 買入刑賦基金為理想之選 中大勝算較高金利封證券研究部經理王智慧表示 中大隊及樹人隊選股都以穩健為主 均有買入信義光能00968 但會略為看好中大隊的勝算 它只該股今週公布業績 應有炒作 此料澤福上落它俗稱 中大隊所選的月壽訪訪00405業績一向平穩 收益率在多隻訪訪基金中稍高 近期低位反彈 出現10日線升穿20日線等買入信號 短期說跑贏大使 樹人隊所選的逆程 00005跌穿10日及20日線 短期難做好 它又指大使佛方向 成交減 與其切短線紮幅波動 樹人憑常見特為樹人大學隊憑教穩守的投資組合勝出 成為上週無以投資擂台台主 雖然它們持有的港交所00388及中國富強金融00290表現反復 但壓住長江基建01038令組合跑出 在逆市下取得1.4%回報 總算有交代 總算有關 總算有關 平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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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